Miracle Village, The Sleepy Florida Town for Sex Offenders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甘日收割工业,他们中的一些还在 不过,奇迹村里的居民,目前主要都是性犯罪者 这里是他们的庇护所 在刑满释放之后,原来的地方已经不再欢迎他们 于是就都来到了这里 24岁的摄影师,Sophia Bolinti的住处开车到村子了一小时 他在佛罗里达南部的小镇采风时,发现了这个社区 这里让他着迷 他开始拜访这里的居民,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开始用相机记录这个甘日田深处的世界 他甚至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完成了他的拍摄 这些照片现在成了一本有趣的影集 阿文组说,包括那里的居民在内 所有人都惊讶于我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 因为给他们贴上恶魔的标签太容易 然后就将他们遗忘 奇迹村这本摄影其中,有他细心记录下的影像 并配上了一第一人称讲述的证词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禁忌话题的美丽作品 在一张照片中,一个男人把脸埋在T曲下面 另一张照片中,一名年纪较大的居民 独自坐在房间里 GPS追踪脚环的轮廓透过袜子显现 出围就像病房一样简单朴素 阿文组 还在书中包括了他找到的照片 个人物品,宗教图标等等 整本作品中都透出了公主 这不仅是对一个被人们嫌弃群体的记录 而是有关理解,修复甚至原谅的论证 阿文组说 我刚告诉母亲我在那进行一个摄影项目时 她吓坏了 不断问我为什么要改这些人 我想这也是许多人会问的问题 但是作为艺术家 我觉得我必须要讲述他们的故事 说实话我开始也很害怕 但我也挺坚强的 我想要了解这个封闭的世界 这里有一种友情和共同的历史 也有共同被社会排斥的感受 西济村是2009年 由一位福音派教会的牧师 Dekito建立的 他把这些性犯罪者 比作现代麻风病人 认为是基督教的义务 来帮助他们康复 他的责任感一定程度上 是基于个人经历 在他18岁时 14岁的女九 现在是他的妻子 怀了他的孩子 他说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现在 我会被指控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 会被判10到25年 刑满之后还要有缓刑期 之后会被贴上性犯罪者的标签 Amin认为相机只是帮助他 了解拍照对象的工具 这样的话 不与他们亲近不是更好吗 他说 这就是我的方式 不过我的确设定了界限 以一个摄影师 而不是女性的身份和他们沟通 在奇迹村里有各种各样的性犯罪者 从看儿童色型作品的男人到卵虫者 还有和自己16岁女朋友 发生关系的18岁男子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反映所有的这些方面 但同时也触及到更广泛的问题 社会的想法 受害人的想法 犯罪者的想法和我的想法 这很复杂 因为许多人根本不愿意去想这些人 这也无可厚非 人们觉得在他们服刑之后 不知道应该拿他们怎么办 佛罗里达州有着对性犯罪者最严格的法律审判 以及后续监控 奇迹村里的许多人 都带着脚环尖使器 必须在晚上7点前回到住所 不能拥有手机电脑或手机 整个社区地理上也于是格局 因为必须如此 缓刑的性犯罪者 不允许靠近有儿童聚集的建筑 周围300米内 不出所料 他们中的许多人 把这里当作避风了 这些人中有一位女性 她讲 Rose 她告诉 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我为姐妹 在几条手写的证词中 Rose写道 我被逮捕背后的故事太痛苦 我不能详细讲述 她的经历读起来也很让人心酸 一名被虐待的女性 被控猥亵自己的孩子 但不承认 和其他一些证词一样 很难分辨其中真假 而另一些人 则对自己犯下的罪过十分坦诚 七季村 让我们让我们 不得不考虑 这个严峻的问题 我们到底 应不应该原谅这些 最为人们所憎恨的犯罪者